吾国的军事正在说争先恐后 冲上池边去看看这三百个到底是什么人来的 正在这时候一声鼓响杀声震天 越国大军就分成两路冲过来 本来吾国人打仗素称勇猛凶狠 连坐过这么能精善战的兵杖都怕了他们 谁知撞正少少的越国比他更难打 真是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 那一来吾国的兵杖 见这三百个大汉这么来死 都已经怕了几成了 二来那些兵士争先去看这三百个断头死尸 阵脚已乱 三来越国大军这次冲锋突如其来 故此一下子就被越国的军马冲到暖了 那梁冲相逢就勇者胜 现在一怕就兵败如山倒 三万精兵变成一盘散沙 吾皇合雷虽然亲自压着阵脚 也没办法挽回败局 在混战中 越国的将军居然冲到吾皇冰车面前 那位吾皇合雷 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了 年老体弱 哪里还招架得住 被他一刀斩伤了一只右脚 连一只鞋也跌了落地 好在大夫尊毅 判死来救架才救了吾皇出来 那时候白匹也带领军马来救了 那才脱离险境 但是三万精兵都已经死伤了一半了 越国的将军就拿着吾皇合雷的鞋 杨威耀武 返向越皇勾钱报功 那合雷被刀斩伤了一只脚 血流不止 心又生气又不奋起 离开战场七里路 就大喊一声断气身亡 白匹就保护着吾皇的尸体 回到吾国 越国虽然打胜了一场仗 但是也知道吾国还有万多兵马在 故此也不敢追来 吾皇合雷的尸体返回京城之后 因为那时候他的儿子细子波已经死了 故此由他的孙子 扶叉来主持丧礼 然后扶叉接王位 将吾皇合雷安葬在破楚门外 派那些石像坐穿山 做了个大坟墓 又将尊珠用来刺吾皇尿那只鱼长剑 拿来殉葬 还用了六千副盔甲 六千把宝剑 和一大坏黄金针保育器来陪葬 他还将那帮整坟墓的石像 通通杀来殉葬 传说下葬吾皇之后 有人看见葬吾皇那座山的山顶 有只白老虎蹲在那里 故此 传下传下这座山 就叫做虎幽山 又相传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 他知道吾皇合雷的坟墓里面有很多珍宝 又有一把鱼长剑来殉葬 故此 秦始皇就派人去挖合雷的坟墓 挖开了座虎幽山来找鱼长剑 不过那支剑就没有找到 只是因为挖墓 就在山下作了个好深的山董 后来就变成虎幽劍池了 总之那些民间传说各种各样都有 不过传来传去 无非亦是讲明 做大王的 开作了座山来做坟墓 花费那么多百姓血汗 用了那么多金银珍宝来陪葬 还用生人来殉葬 以为这座坟够了很稳固 但是呢 却绝不住 日后还是被人挖开了 现在再说那位胡叉了 胡叉接了皇位 安葬了祖父之后 他就立了自己的儿子做太子 胡叉一心为祖父报仇说此 他派十个徐宠 不分日夜轮班站在宫中 一见面就大声喝 胡叉 你不记得了月王杀祖父之仇的了 胡叉就立即公公敬敬敬地回答 不敢不敢不敢 杀祖之仇 怎敢忘记啊 每日一早起床 吃饭 睡觉钱都要来喝几次 这位胡叉 为了报仇 真是寻食不安 日夜不忙 胡叉又吩咐五子衰 白匹 白匹去太湖训练水兵 他自己呢 在陵岩山那里设立练兵场 转满训练士兵射箭 日心要攻打月国报仇 那旧时呢 有一种规矩 父亲死了呢 子女为了报答父母之恩 要着桑服为父亲守孝三年 守孝期间 就不外出 不扮什么喜庆事 故此胡叉呢 除了练兵之外 就什么都没做 好了 守孝三年期间过去了 胡叉就除了桑服下来 就下令起兵 攻打月国报仇 那时候呢 吴子衰呢 已经将水兵训练好了 每个磨拳察长在等候命令 这一次啊 吴王胡叉就下狠心来到报仇 将全国的兵马 倾国而出 自己呢 亲自督司 由五子衰挂衰 白披做富衰 在太湖坐船出发 也一直攻入越国 越国的大王欧茜呢 就立刻招集大臣来到商议 准备出兵迎战 那在坐国来的两位大夫 范礼和文总呢 就极力劝助 范礼就说 吴王胡叉立志报首 迷头练兵三年 如今来势这么猛 又有五子衰挂衰 我们不是他敌手的 不如集中兵力退守京城 如果能够保住京城拖延时日 等他久攻不下 退兵反扯 那我们就已经算是万行的了 民总呢也都品上 不如立刻派人去向吴国认罪求和 这次我们就忍气吞声认错 能够保住社职 以后再想办法了 但是那月王勾茜呢 硬硬接了王位无懒 又曾经两次打败吴国 虽然就明知到这回呢 吴君世大 但是他又全有僥倖之心 想二小胜多 他就不听范礼和民总的劝告 他将越国军马 全部吊了你 准备和吴君决一死战 那越国呢 虽然是难打 但是到底是个小国 全国的兵马夹齐 一共有三万精兵 就一直就开去朝山那个地方 来准备和吴国决战 这回呢 吴国越国两国大战 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以前的诸侯大会战 大部分是在陆上用兵车来打的 这次 吴越两国都是水上交流来的 大家呢 就擅长打水战的 故此呢 整十万大军 在水上坐着战船来打 越皇勾浅 趁自带头上阵 那越国的军事呢 见到吴国这回 已经打到自己家门口 个个奋不顾身 第一个回合 真是打赢了 将吴国的先锋部队打退了 越皇勾浅就乘性追击 一口气就追了几里路 就撞正吴皇胡叉 趁自统领的主力大军来到了 吴越两国的水兵 就由两国国军 趁自指挥 在水上展开一场生死决战 胡叉全身披挂 站在大船的船头 趁自雷鼓来到激励士气 那吴国的兵将呢 因为上次呢 就曾经被越国打败了 连大王都战死 个个认为奇耻大辱 一心来报仇的 现在又见大王亲自雷鼓 所以当堂勇气百倍 准备跟越军决一胜负 越国那边呢 虽然兵力就没有吴国那么多 但是刚刚就打赢了长仗了 故此呢也都士气旺盛 摆开阵势准备刑敌 怎知突然间回到北风来 波涂洶湧 吴智岁一见起北风 立刻下令杨帆出击 趁着北风 顺风直下就冲入越国的阵营 就借着这股北风 吴国的战船 非快就冲到来 那旧时打仗呢 那些船是没有机器的嘛 行船全靠人力和风力 现在吴国就顺风得理 越国变成逆风而战 十分吃亏的嘛 还不止这样啊 各位还记得嘛 吴王福参三年前就在陵岩山 转满训练的士兵射箭 这回就大有用场了 船上的吴国士兵 每个人拿着强弓硬箭 借着风势 就将越国的军事 当把子来射 那顺风呢 那些箭就射得特别远啊 越国的士兵都没来得及躲避 一轮乱战 已经将越国战船上的兵将水手 射死了大批 当场就对形大乱 那吴国那些水兵呢 已经经过三年训练的嘛 乘机就分兵三路 将越国的战船呢 就围着来打 唉 这回呢真是报仇地报了 上一次呢 越皇打败合雷 就杀了他一万五千精兵 这回呢 越国三万精兵全军覆没 统兵的正副主将 一个朕死 一个就被箭射死 越皇勾钱就连船都丢了 带着随从就爬上岸 就走了去固城的地方 来躲藏 扶叉就哪里肯放过他呢 接着就带领大军上岸 在后面追着你 将那个固城前后七八层围到实 扶叉呢 还下令 将流入固城的河水截断他 等到固城一滴水没得喝 这样就不打也渴死他了 谁知围城为了几日 都还没见投降呢 原来呢 又整定越皇勾钱大命 故城里面有座山 山上有泉水 还有个很大的湖 湖里面呢 还有很多鱼啊 越皇勾钱 见到吾皇不肯退兵 就派人在湖那里呢 捉了几百条鱼来 就送去吾国军中 就说我们大王 请吾皇试下 越国家鱼的味道 呼类就大吃一惊 咦 还以为截断了他的水路 啊 他里面有水源 还可以养鱼啊 立刻就下令 叫吾子衰和白匹来攻打故城 勾钱呢 就趁着这个时机 留番礼来守故城 他就带上民总 带着那些静下来的残兵败将呢 就走去回溪山那里躲在 吾国这边呢 就不知道越皇走了去 吾子衰呢 他就日夜攻打故城 那防守故城那位犯例 你怎么顶得住啊 一日三次 派人去向越皇求救兵 至那时候呢 勾钱已经缩在回溪山上 自身难保 夹起了 连水上死剩的 陆上挣扎回来的 一共不过得五千人左右 哎 哪里还能够出兵去救范礼啊 勾钱 见到搞到这样的地步呢 就整日喊声叹气 哎 越国强盛了三十多年 想不到一下子变成这样 华人没有听从范礼和民总的劝告 陪之莫及罗 大夫民总呢 就说 大王 今天事到如此 唯有向吾国求和 暂时保着越国先了 哎 哎 寡人都知道 能够求和 当然好了 之间 吾国想着可以灭了越国的了 他又怎么肯讲和啊 大王 吾国的太宰白癖 本来是楚国大夫来的 神可以去求他想办法 哎 哎 你又真是 白癖和楚国有杀父之手 现在已经死心 塔地为吾国效力 而且白癖是忠良之后 出名忠厚的名臣来的 你又有什么办法 要他帮我们越国来说话 民总就说 大王有所不知啊 白癖为人 外表忠厚老实 心地奸搞 他貌似公正 半性贪婪 对人谦阳 其实他野心最大 连聪明一世的五子衰 也被他骗到 以为他是一个忠心可靠的人 其实白癖不过是个妒忌言能 贪财好色 无耻之徒 他现在和五子衰共事 他不服气五子衰功高为尊 所以他专门奉承五王福叉 福叉也以五子衰为人耿直 时时以老卖老动不动就教训他 故此福叉也重信白癖 我们如果能够买通白癖 叫他疏通五王 准我们月国求和 这样五子衰虽然难阻也没办法 月王勾浅听到这么说 就说 只要有一线生机 月国能够保住五王国 月国公中贞保国父保藏 拿出来也无所谓了 文总也说 吴国刚刚打败楚国 什么真保育器武 现在行军打仗 白癖这个人最好女色 如果找到绝色的美女送给他 他能够在吴王面前讲情 那仓天保佑 我们越过或者能够勉却亡国之难 勇钱就立刻派人留夜回皇宫 挑选了宫中最美的美女 一共找到八个成装打扮就送过来了 另外呢 又在国库里拿出二十箱珍贵的白玉壁 黄金千两 第二晚 文总就亲自带着八个美女 和一车黄金白玉壁 去到吴国的大影 那时候呢 五子衰是驻习在右边 白癖呢 就驻习在左边 文总呢 就小心翼翼 偷偷地避过五子衰的右营 半夜三更 就来到白癖的左营了 来到求见白癖 白癖呢 一听到说 越国大夫文总来求见 他就派人出来说 太宰不得空接见 叫你立刻回车 文总呢就说 我有要事品报太宰 还有封书信程帝给太宰 求你代为程上 跟着呢 文总就送上一份礼品的清单 那白癖的随从呢 就回到进来 把那份清单交给白癖 白癖一看 咦 原来这份礼都不轻的 黄金千两 白玉壁二十箱 啊 还有八位越国的美女 哈哈 果然钱财动人心 女色欧云拍 那个太宰白癖 就吩咐带文总入影 文总一一合都来 就跪低叩头 那白癖呢 还装模作样 高高彩腹皮以上 眼尾都不少下文总 文总就跪着说 寡君勾钱 年幼无知 冒犯上国 自知有罪 已经费之莫及了 如今 愿意举国投降 世世代代为吾国臣下 知道太宰得高望重 受天下人敬仰 又罪得吾皇信任 故此 寡君派小臣 避开幼形五相国 特意来拜见太宰 求太宰在吾皇面前 为越国讲情 越国的全望 尽在太宰一句说话 华君勾钱 本来想亲自来叩见太宰 只是出入不便 故此派小臣来拜见太宰 一份小小的礼物 不成敬意 以后一定陆续孝敬太宰 谁知那位太宰白癖 拍一声 将那份礼品清单 扔了落地 哈哈 越国都已经亡在丹直 凡是越国的东西 通通归吾国所有 你送这些东西来 就想打动我吗 笑话 民众就在地上 收回那份礼品清单 然后就说 太宰 听小臣说几句 越国今日 虽然已经是必败无疑 之会稀成中 还有五千精兵 困兽游兜 还可以抵挡一阵 如果再打败 寡君勾钱 就将国父真宝统统烧了它 将京城烧了它 然后逃亡去楚国 以逃东山再起 那吾国就算是灭了越国 也都一无所得 太宰 太宰 退一步说 就算吾国 佔了越国 拿了越国的东西 那也不过是 全部归大王所有 太宰和这么多建功的兵将 最多不是拿得十分之一 二来分 还要这么多人来来瓜分 有多少到手呢 如果太宰今天能够成全越国 那寡君勾钱 虽然是向吾皇求和 实在是投降给太宰的 以后越国的春秋付税 进贡礼品 未入皇宫 先入太宰的府邸 越国任由太宰来支配 太宰英明 求太宰坐以一臂之力 民众这番说话 真是句句都打动太宰白匹 是呀 那一来 越国就等于是我的了 自己一个人搂了游泳 那就比忙了越国 大家来分的好处得多 白匹刚才用庄康作誓 一半正经 现在呢 一边听就一边闹口 拾开棚牙来笑 民众看到白匹的样子 知道他已经利欲分心 忘了形了 就是双手举起那份 礼品清单说 太宰 这八位美人 都是越国皇宫忠能歌善舞的 绝代佳人来的 越国民间还有很多美女 只因为这次太过仓促 来不及找来孝敬太宰 如果太宰这次能够帮助越国求和 寡君勾钱 一定尽力搜罗越国的美女 先送来太宰府上 来报答太宰救命之恩 这个白匹 听到以后还陆续有美人松礼 喷起他整个站起身 请跪在地下的民众 坐在自己旁边 在一起 感谢观看